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印机有这么夸张吗 大家想的这个喷嚏打印就是印报纸 打相册 照片这样 但是我们这个跟那个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这个需要把电子材料 以更高的分辨率 精度 打印到我们需要的电子的基板上面 然后形成我们的先进的电路 印刷电路 对对对 就这个概念 我们可以用它来做OLED显示屏 OLED 对对对 以前我们那个OLED显示屏 它都是通过这种真空真度的工艺去做 技术在国外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但是今后我们的屏幕肯定会越来越大 真度机就很难去适应了 或者它适应也可以 但是成本会更高 因为真度法它是靠一个眼膜板 它的材料利用率是特别低 只有30%不到 但是这种材料比黄金还要贵 一张眼膜板要几百万 耗材这个算是 对 但是我们的这个设备 是全部都是在电脑里面把这个定位啊 图案全部做好 它不需要那张眼膜板 是数字化的 材料利用率超过90% 所以我们从材料成本上就节省了一大批 第二个呢 真度的设备特别贵 现在一般买的这种常规 现在工业产线上用的这种设备 大概在一亿美金 7亿多人民币 对对对 但是这还不是最贵的 目前公布的买的 其实就是最高时代 就8.6代线的 现在是7个亿美金 但是我们的设备呢 同等型号 比如说他们的设备是一个亿美金 我们可能一个亿人民币 我们就可以实现同等的这种 这就是我们的价格优势 这价格已经不叫优势了 这是叫降维打击 目前我们所有的这种OLED产品 我们可以用喷毛打印去实现 这样就可以保证 我们的显示产业的一个安全 可持续发展 对吧 因为不受自己人 实现实现了反超是吧 对对对 其实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超高分辨率 那清晰度 比如说现在我们说 这个我们开始使用4K了 5K 那您这能达到什么 你想要多少K 其实都可以 这么神奇啊 太凡尔赛了 你想要多少K 它可以达到 我们讲的就是它的分辨率 就是8K它是数量 它的像素 对数量的个数 对 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月底 打到头发丝的十分之一 甚至更小 我们头发丝的直径 大概在50微米左右 我们可以打到一微米以下 今天能展示出来吗 一微米 可以可以可以 刚才你们来之前 我就在这里打印了一个 非一类的中国 大概跟头发丝直径差不多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有一根打印的样品 稍微等一会儿啊 找一下 看到了 对对对 非一类的中国 对对对 可以用个头发 头发 谁 谁头发是 我随便揪一根 随便 我在这边揪一根 一共揪两边 一根就够了 两个人同时揪 这个 好 好 这揪掉了20%的头发 一二三四五 被科学做贡献了 就一根其实挺难的 我来看一下 他对比一下 我的天哪 刚好盖住 你看 这又差不多 就我们打的字 就跟这个直径差不多 那这个 跟我们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有什么关系啊 是的 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 会不会比如说 跟什么印刷呀 什么的 有关系 大老师说的特别对 不管你怎么说 不管是喷嚏打印 还是什么 它都是一种印刷术 但是我们这个印刷术 就是什么 它必须要把这种 一种先进的材料 以非常精准的方式 沉寂到橡树坑里面 那就是内涵 就是 精准 点末 成像 这个跟我们印刷术 是很像的 因为印刷术里面 有个老祖宗 对吧 就中国的这种古老的 这种复印术 叫做传踏 传踏 其实它的核心 也是要通过 精准的上末 然后均匀的用力 然后实现这种 图案的这种均匀 但是不管怎么讲 咱们这个传踏工艺 还是魅力无穷的 我想我们一会儿 去看一下 我领略一下 我们这个传踏工艺的魅力 好吧 这一步跨越千年 这是我们那个全新踏传承人 张优海老师 张老师 九雅 我是最早是做平面踏 咱们这个踏印技术 应该是从同行末年 我觉得应该就出现 它就像是古代的 它的复印几个照相书 对 并且呢 它是可以端带 对 那么专家一看就知道 踏是什么时候踏的 这是唐代踏的 还是宋代的 还是明代的 踏本它主要还是正式作用 踏下来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当时的一些资料 这就是平面踏的作用 立体踏 它是道光年间出现的 为什么在道光年间出现呢 这也其实就是创新 道光年间 西方的绘画技术进来了 西方的绘画 它就是那种焦点 焦点透视 那么我们就学习西方的技术 我们是用踏包 这个踏的过程间 深浅的构图 来产生立体效果 关于船踏的更多细节 我们也为大家 准备了一段精彩的视频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创商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这是什么是棉皮了 这树皮 哎呦扳手 万物皆可踏 万物皆可踏 看看各位老师自己选 想选一个什么样子的来试 哪个难度最大 交给善业的 这怎么大呀 我这样的我先示范一下 首先要通过喷水 把这个值要打湿 第二个将气泡赶出去 尽量让它没有气泡 服贴 这是我们叫按压 把这个纸按压在实物上 哎呀我这个太多了吧 没事没事没事 哎你看 哇连这个扳手的规格 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数字 然后等它晾干 就是半干 我们叫五分干 这时候才上磨 那如果现在干不了的话 我们拿一吹风机试试可以吗 那一下就接下来了 哦它就脱了哈 对 它对自然的 它是一个时间的艺术 就是不断地在等 不断地在等 对对对对对对 删一下 那我们这种急性子干不了这活 在武汉 传承这个是很难的 因为武汉人的性格很少有分 都是风风火火的 粘末的时候就是一点点上 那全部摟一点 哎 哈哈哈哈 真的一点 我们把这个末过度到这个塔包上 这样的话使它越平越薄 哦 但是同时还要试末 你看 哦 这个是非常重 我们把末要打蛋 这时候你试一下 你要打到这个机会到这个程度 对 你再试一下 出来的吧 就明显了 我的手法是不是有问题 手法非常专业 你这样无视自通了 前世今生 上辈子可能是踏过 你试试 这个好玩 轻一点 对 这个部位是比较难 两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是吧 我觉得两位完全现在管他干嘛去 看得像三水画一样 这个是我看到最好看的 这个很好 如果大家都有机会能感受一下 你就能真正知道 这几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 在今天会发出怎样的光芒 今天有了黄教授 他们开发出来的最前沿的科技 但回过头我们去看 很多根实际上是牢牢地扎在 传统文化的土壤当中 实际上开出了今天现代科技的画头 中华五线内文明正是有不断的这样的传承 完成人的方法和不断改进的这样 才使它能够传播救援 而且未来就像黄教授说的 也许还能结合 还能有新的创新和可能性 带,带,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